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十六 大家有裝潢過應該都會知道 細清就是裝潢的最後一個步驟了 剩下就是家電、家具的進場 然後就可以入住了嘛 但是有好多公班都是堅持說 我要細清之後才能進場施作喔 我們大概細清完有兩個禮拜 都是訂在現場 然後就是一些來來去去的公班 超級瑣碎的 這一集就來記錄一下 裝潢的最後一旅路 到底在忙些什麼 現在早上七點四十 我第一次這麼早來新家 清潔師傅還沒有來 現在來看看 新家現在到底有多亂 全部的膜都還沒有濕 我們昨天有一些家具來 然後我們在那邊拆箱 就亂七八糟的 然後和室也一團亂 然後這個粉塵超級多 因為我們這邊是上特殊塗料嘛 然後這上面其實 粉塵都卡在上面 這個真的很可怕耶 這個 喔這樣很明顯喔 超明顯的 喔超恐怖的 我們已經是先出清過 然後才鋪地板喔 然後鋪完地板 然後還有一些施工 就是還是那麼的 多 側頭超髒的 然後裡面那個垃圾都還沒丟 好 清潔團隊終於來了 阿姨們的速度都超快的 我們看這些粉塵真的好幾個月 但我奉勸大家 不管你有沒有找設計師 細青的錢真的不能省 他們絕對比你專業 也青的絕對比你乾淨很多 整個細青碗會非常乾淨 就會還你一個新家 這是我們細青之後的第一餐 是不是很值得紀念 第一餐就是吃麻辣火鍋 紅紅火火 紅紅火火耶 我們還拍了拖鞋 在現場走路真的好乾淨喔 因為原本現場的那個粉塵 真的是不堪入目耶 後來還有師傅來裝玻璃門 這個也是細青之後 還有升降桌的師傅 也來幫我們收尾 就是幫我們藏一些線材 還有我們75吋的大電視 終於要上鐵板了 我們從細青一直到真正可以入住 大概花了兩個禮拜 然後中間來來去去有很多師傅 我們用第一個家電就是冰箱 要全部備好飲料 然後師傅來的時候就可以請他們喝 然後有一天我覺得很特別 很值得紀念 就是所有師傅幾乎都到場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怎麼那麼剛好 就是水電也在 木工也在 油漆師傅也在 然後窗簾師傅也在 就是什麼師傅都在現場 然後大家就一直在那邊借工具 我覺得超有趣的 就好值得紀念 整個裝潢收尾完成之後 我們第一個大工班 就是出甲犬 我們是請香港商裝城來做 像我們之前透天 還有老烏都有出甲犬 那新家裝潢完 其實甲犬濃度是最高的 那我們木工又很多 一定要出 我覺得才比較安心 師傅一進來的時候 就先幫我測了很多個 抽屜跟櫃子的樹枝 那我覺得我們新家算是超級通風了 可是TVOC的濃度 還有測到13.7 那它的安全值是0.56 甲犬的安全值是0.08 是直接超標10倍以上 其實蠻高的 測完數值之後 師傅就會幫我把 所有的電器 還有床墊都先保護好 才不會噴到 那你要噴床墊其實也可以 他就會拿著大噴槍 開始全市都噴藥劑 全部的櫃子 還有天花板都會噴 那藥劑本身它是無毒的 它不會對人體有害 它除甲犬的原理 其實是利用藥劑裡面 有一個成分 叫生理糖醇 單酸油脂 它噴上板材之後 它會快速的滲透板材 它會抓住這些不好的物質 像是甲犬 以及揮發性油激化合物 快速的把它打散 變成很小很小 經由空氣中揮發出去 噴完之後 師傅會拿出超大的排風扇 開始排風 師傅整個做完 大概需要循環三次 就是噴藥劑通風 噴藥劑通風 循環完之後 你會發現室內 真的沒有什麼裝潢的味道 我覺得效果非常的好 甲犬這個東西 它真的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跟除 因為它會一直釋放 但它做完之後 它會把現場的TVOC 還有甲犬濃度降到最低 那你在生活齊居 呼吸裡面空氣的時候 我覺得相對比較安全一點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全部的流程師做完 師傅可以讓你抽查每一個櫃子 或是你要隨機抽查 或是一個一個抽查都可以 他們全部都會測到零之後 他們才會離開 最後會提供一個報告書 就是一開始測的數值 以及最後測的數值 就是哪一個櫃子 他們都會拍照、留存 然後做成一個測子讓你保留 通常新裝潢都會做全市除甲犬 但有一些人他是已經裝潢完畢了 你可能只是想要噴一些家具 他們也有出那種單瓶裝的 可以讓你DIY 就是在家除甲犬 我覺得蠻方便的 而且它這瓶藥劑 除了除甲犬 我就可以除臭 像我有一些包包 就是如果買回來 還有一些味道 異味什麼的 我們家的那個狗狗的尿尿 我們也會拿去噴 就是效果蠻好的 我想跟大家補充一個 這個 這個也是他們家的產品 超級好用 你都會拿去噴那個手機 手機、相機、隨身物品 我都會噴 他們家還有一個很好用的產品 就是防眉噴霧 那個是我們有用在浴室的天花板 然後你也可以噴在浴缸旁邊 就是磁磚縫隙都可以噴 我把除甲犬的預約 跟它的相關連結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點 新家我覺得細心之後 一定要趕快做的東西就是 浴室貼膜 這個東西我覺得先做先享受 一定要立刻做 我那時候在做拍你家企劃的時候 就有觀眾許願說 我要Sara Leaf的居家鍍膜跟貼膜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已經見證到 哇貼膜真的 效果也太好了吧 然後我新家專潢的時候 我就先預約 一定要貼 我們的浴室是乾濕分離 我們玻璃算是大的 然後我們還有窗戶 這種玻璃用久了 其實你裡面都會有一些水垢 洗澡的時候那麼近 一定會潑到啊 這邊全部都會濕 我跟惡靈討論完之後 都沒有人想要去清這個東西 怎麼可能說洗完澡 然後還要在這邊刮水跟清潔 我覺得超累的 貼了膜之後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貼膜的服務啊 有要求細清後才能進場實作 那那時候師傅來的時候 即便細清完它還是會幫你 把玻璃全部再清潔過一遍 它會盡量讓它減少入塵 然後貼完之後啊 師傅就會現場測給你看 就是一個有貼膜 一個沒有貼膜的比較 你們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差很多 沒有貼膜的水珠啊會很大 它會殘留在上面 那個其實就是水垢的來源 那有貼膜的水珠啊 滑落非常快 我們現在是有真正入住在裡面 所以洗完澡 我們就真的只要這樣沖一沖 完全不需要刮水喔 沖完就好了 隔天一早我們進來看 那個玻璃就跟新的一樣 你就會覺得是不是沒有人洗過澡 客人來的時候應該想說 欸有人住在這裡嗎 我們的主位有貼嘛 客位也有貼 客人如果來洗之後 我其實也不想要清潔 我就是這麼懶 我覺得現在有這種科技 就很方便啊 它這個貼膜貼上去 之所以可以不用刮水 是因為它有全新的逆潑水科技 所以它的壽命可以達到兩三年 但我覺得壽命到了 我還是會想貼 就撕下來然後再貼一次 我已經嘗到這種可以不用刮水 又可以保持玻璃的透亮 這種甜頭誰不想要繼續啊 客位的空間比較小啊 所以淋浴的時候其實兩邊都會潑到 然後我包括這個外面的玻璃 我也有貼 然後上下都有 然後因為外面的話就插不到嘛 所以至少裡面是比較好清潔的 我預計年前我也要來幫我婆婆預約 因為之前我幫她打掃那個浴室的時候 整個水垢霧到爆 而且超級難清 你也沒有辦法清到更新的一樣 就是它就是會有一層垢卡在上面 然後你就是要刷也不是要擦也不是 我覺得還是幫她貼 因為這樣整理起來很方便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把我客位跟主位的尺寸分享給你們 就是報價在這邊 Cera Leaf我們在去年就一直有常態團 那大家如果有要的話 可以報我們的名字 可以去丈量 它會有優惠折扣 都把連結放在底下資訊欄 但光是除甲全就差不多要五六個小時 然後貼膜大概也要三四個小時 其實這樣就差不多各一天去了 中間還送床架來 還有一些家電什麼的 床架跟床墊還同一天送 我們那天真的超級忙的 然後我們還自己兼搬家 就是我們自己要載一些東西 運送一些東西很瑣碎 我記得要收尾的時候 設計師還有來幫我現場裝燈 他親自來裝 真的太趕了 在細清之後 我們又做了一個很大的工程 是我在裝潢期間就已經預約好的事 就是換上防埋砂網 我們家的窗戶非常的多 我又不想要開窗的時候 很多灰塵跑進來會很髒 去年在我們透天家的時候 我其實就有裝 普特斯的防埋砂網 然後我自己非常有感 那新家 他建商原本付給我們是那種折砂 他上下都是有那種大孔洞的 其實不要說灰塵跑進來 蚊蟲也會跑進來 現在就已經換上這種捲軸式了 我覺得很方便 他這個是磁吸的 說你開完之後 有沒有聽到一聲卡 對 就很方便啊 而且很好拉 換上防埋砂網之後 真的是可以減少很多灰塵 普特斯啊 他們是可以做到 有效減少二手煙PM2.5 而且他們連PM0.4也有做測試 還可以有效隔絕到48% 我們家是全市的窗戶 都有裝防埋砂網 那後陽台我其實也蠻建議裝的 很多台灣的房子啊 他們動具都很小 就是會跟鄰居相領在一起 有些鄰居會抽煙 像我就很討厭二手煙的味道 普特斯他們其實可以 減少一些燃燒後的一些異味 像我們之前透天 附近就有人燒稻草 我覺得那個味道真的是超級不舒服 那他其實就會減少一些 我們之前去門市拍攝的時候啊 普特斯是用太白粉去實驗 那時候有實測四個牌子 有一般沙網 還有很密的沙網 在拍打的時候啊 太白粉很快就掉下來了 沙網完全沒有吸附的作用 那普特斯的沙網啊 是我怎麼拍打 太白粉就是沒辦法全部掉落 它會殘留在沙網上面 那沙網殘留的越多 表示吸附的效果越好 有一些細小的懸浮微粒啊 它其實不太可能只靠 細密的沙網去阻隔 還是必須要加上靜電的技術 那普特斯他們的靜電技術 是有專利的 我覺得在吸附的效果非常的好 很多人會擔心 裝了防埋沙網會不會不通風 但其實你只要有空氣對流 我就會不至於 我們已經進來入住蠻多天了 那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世界的通風狀況 現在窗戶全部都打開的 然後防埋沙網也是開起來的 然後我拿這個紙 你們可以看一下 風還是很大 我給大家看一下後陽台 我晾衣服的時候 那個衣服都還是會飄 就表示 但是風其實都是有進來 都是通風的狀態 那它會減弱一些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通風 那我們家風本來就很大 其實稍微減少一點 對我來說是比較舒服的 我現在就是防埋沙網前面 你們可以看得到我頭髮在動嗎 有啊 好打開喔 直接變小婆 一秒變小婆 然後你知道那個灰塵 我們也一起進來了 對啊 它清潔的方式很簡單 你只要拿一塊很濕很濕的抹布 記得一定要很濕喔 就是會滴水的狀態 直接擦在沙網上面 它的細懸浮微粒會隨著水離子 帶電一起落下 乾了之後它又恢復靜電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擦跟沒有擦的狀態 其實非常好清 普特斯他們家幾乎是全年不打折 只有在開團的時候是最優惠的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慢慢換 可以優先換進出風口 或是使用率比較高的窗戶 可以先讓灰塵減少 我覺得打掃起來真的比較輕鬆 他們有提供免費帳糧的服務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先預約 然後先了解一下報價 然後先諮詢看看 我把預約的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諮詢 最後一個就是電資訊 我在細清之前 我其實就非常想換 但是生意師一直說 先不要先不要 你先等等 你等細清完之後再換 我每次看到建商附的那個店的時候 我就很阿髒 也是啦 因為公班其實進出很多 要搬運東西 怕就是撞壞或什麼的 所以還是細清之後再裝 原本建商附的那個 是只能用密碼跟磁口 可是我跟惡靈常常的時候 我們兩個要下去丟垃圾 我就想說那我不用帶磁口 那我先上來 我就 進不來啊 對 我就一定要帶磁口 我覺得很麻煩 我很習慣用指紋 我們換的是耶魯這台 它是指紋 磁口 卡片 密碼 鑰匙都可以進來的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APP 它的APP我覺得很好使用 因為我們透天就是用這台 然後它是可以看到 每個人出入的狀況 它也可以設定一次新密碼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親朋好友來 你可以給它一次新密碼 或是遠端就可以幫它開門 然後我跟大家補充一個 耶魯的電子鎖 它也可以加入你的智能居家裡面 所以它可以去跟你的燈啊 跟你的其他東西都做連動 比如說我開門的時候 那我這個燈就自己全亮了 就是可以做一個情景 對 沒錯 因為你加入智能居家之後 它就可以偵測到這個鎖 然後跟燈 我覺得加入蘋果的智能居家 有個好處就是說 手機下拉我上面有一個icon 就是解鎖 就是很方便啦 就是有一個快捷鍵 還有就是它這個把手啊 它是抗菌的 它上面就是有銀離子 所以你其實只要用乾布擦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噴酒精 我覺得很方便 家裡有小朋友啊 或者是老人 那你有時候出入平凡 我覺得把手的材質很重要 還有就是我用他們家的指紋感應 我覺得算蠻靈敏的 我幾乎很少出現錯誤 就是要第二次或第三次 我們之前其實有介紹 耶魯比較詳細的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那支影片 就是7220這支專屬的 我們透天也是裝它 除了我們剛剛分享的那些瑣碎的事情 還有一些公班進場 我們其實還裝了智能居家 之後也會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完全不用開關 用手動直接用聲控 我覺得超方便耶 就以前聲控老公 現在變成聲控 嗨Siri 太好了 老公福音 對對對 因為是你省事 我是一樣的 對啊你真的做一樣動作啊 而且你可以設定各種情境 我覺得它好方便喔 前幾天爸媽也有來參觀家裡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等待那一集 我覺得爸媽來真的很有趣 因為你們現在是已經看過影片了 可是爸媽其實來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看過 他們其實是第一個來參觀的人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 真正準備正式的入住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 其實都還沒有搬過來 我覺得整理應該是另外一個大魔王的階段 就是更累了 這集有開團的活動啊 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可以追蹤我們後續的中行進度 下次見囉 掰掰